他以為是要右轉進入停車場 沒想到白色轎車卻突然扣邊臨停 害後車差點追撞 好心按喇叭提醒 這舉動卻惹怒對方 拿出給吸 衝下車 就算把囚棒藏在後車廂 還是被警方揪了出來 把人帶回派出所好好了解一下 只是台大修園外竟然出現囚棒隊 讓學生痛批 太誇張 我覺得是囚棒啊 就是很具攻擊性 我覺得就是出現就很捨來 有沒有在學校附近沒有什麼影響 重徽事發現場就在台大體育館地下停車場外 平常車流量相當大 加上車道價為狹窄 有些駕駛擔心破壯選擇按喇叭示意 沒想到這一回卻因為巴一聲 惹禍上聲被害人還是台大副教授 原當時這名副教授準備開車進入停車場 卻發現前面有一台五輩停車輛 因此第一時間是按喇叭示意 有想到對方一下車就拿出囚棒做事要揮舞 讓他嚇得立刻報警出力 被害人在臉書發文回想事發當時 雨季尤存心理陰影面積巨大 直呼傳說中的囚棒隊竟然會出現在校園 擔心學生和教職員安全 更嘲諷說以後要開防彈車來上課 駕駛道案他是說這個行車只是 因為按名喇叭 所以他覺得他要自保 因此下車去 但是他是說並沒有所謂的揮舞囚棒 事後再怎麼狡辯 還是被監視器狠狠打臉 只為了一聲喇叭聲就當街灰囚棒嚇人 涉嫌恐嚇得去警局說清楚 靜新聞陽性李方慈 蔡芳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